你说你 要个头这么费劲 对面车都急眼了 废话 看你那辆小破车 谁都能一把过 这车比你那个大两圈 轴距长半米 转弯半径能一样吗 方向盘都是打到头 前轮都转了那么多 怎么就过不去 还有 转弯半径是啥意思 不懂就别抬杠了 最小转弯半径 就是方向盘打死的时候 外侧前轮画个圈圈的半径 假如半径是5米5 那这辆车掉头 至少需要11米的宽度 转弯半径决定了 一辆车的灵活性 半径大的车 掉头时还可以倒一把 但走胡同或者拐直脚弯 就比较麻烦了 就是说小车比大车灵活呗 不完全对 转弯半径主要看轴距和轮距 一般情况下 这两个越长 转弯半径就越大 你看 公交车的前轮在驾驶员后边 就是尽量缩短轴距 减小转弯半径 再适去提高灵活性 还有也要看前轮的转向角度 不同的车方向盘打死的时候 转向角度大小是不一样的 有些车由于机械结构 转向角没法太大 而且转弯时 两侧车轮的转弯半径 也不一样 为了顺利过弯 得让它们的转向角度不同 但相差太大的话 容易转向过度 反之则转向不足 这属于底盘调教的范畴 别跟他说太深了 每辆车出厂以后 最小转弯半径就固定了 如今的车越造越大 了解转向半径 对日常驾驶很有用 像刚才那个路口 有几个小技巧 可以帮你顺利掉头 首先速度要慢 越慢的车 向前的动能越小 越容易掉头 其次 在保证不出车道线的前提下 尽量向另一侧靠 而且打方向一定要快 费劲 一个人过 就别买大车了呗 白给一辆七系 你开不开 人家好多品牌 都在长车上 加装科技配置 比如后轮转向 低速行驶时 后轮自己动 方向和前轮相反 帮助缩小转弯半径 还有一种技术 叫坦克掉头 通过锁死内侧后轮 来缩短转弯半径 但只能在越野使用 公路上太费轮胎 我去 这个可不好掉头了 没事 人家有 挪车神器 优优独播剧场上